我們警政署的重大違規項目到底有哪些 根據我們109年的所謂的A1跟A2的道路事故造勢原因裡面 衛衣規定讓車裡面佔了20% 轉彎不當佔了1.5% 未保持安全距離佔了8.37% 但是在我們警政署從來的所有的這些執法項目裡面 幾乎都看不到相關的執法項目 警政署所定的重大違規 實際上包括酒駕、嚴重超速、危險駕車、闖紅燈、逆向行駛 行駛進行機車道、轉彎衛衣規定 還有蛇行、惡衣逼車、走路肩等等 這些就是說比較嚴重的、重大、容易發生事故的 違規定讓車這一項裡面其實它包含很多的違規的形態 那這個未來我們的調查報告表會有把它拆分出來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來到我們這個風聽會 這個叫做臨死亡願景 台灣每年的車禍 光是車禍死亡的人數就多達3000人 去年是3085 那我們目標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希望能夠達成一個臨死亡的願景 我們知道台灣的交通已經被國際媒體先平定我們宛如行人地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會影響國外的觀光客到台灣的意願 以台灣人最愛旅遊的日本為例 日本的學校是不建議家長開車送小孩到學校門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大家都是開車騎車來做接送 校門口的交通很可能因此而阻塞 這也是大家願意犧牲自己的方便來促成孩子的原因 交通安全造成的可能的混亂之一 那所以回過頭來應該看的是我們如何讓孩子們有安全的交通安全 如果這些車輛都能夠自動停下來裡讓學童 孩子們是不是就能夠自己出門自己上學而已 所以從工程到教育到執法每一個部會都應該要一起努力 讓孩子們不再仰賴交通的接送不再仰賴車輛的接送 而是能夠用雙腳就能夠踏出家門平安的上學平安的回家 在2019年的時候西門國小前面發生一起這樣的事故 小三的學童他按照規定過馬路 但是這個經過的教室並沒有減速把小孩子撞飛了 那在西門國小學務主任的時候他接受受訪的時候表示 學生經過這個斑馬線是為了圖方便 然後犧牲希望學生能夠遵守交通規則習慣 但是我必須要問今天違規的是駕駛 為什麼守法過馬路的人是圖方便 為什麼一個學務主任站在駕駛的立場去檢討學生 可是到了2020年這個路口的斑馬線卻被吐銷了 我們並沒有用任何的工程措施來做減速 而是粗暴的把它吐銷 請新人不要從這裡過馬路 而且在政府主導的這個弱勢常常是檢討弱勢的用路人 包含新主導案會發布的廣告 他要求自行車騎士靠邊 不靠邊你就會被汽車撞成廢鐵 什麼叫做健康不平等 健康不平等就是在一個族群裡面 有某一個次族群他比其他的族群更容易生病受傷或者是死亡 那這個現象在台灣的馬路上一直一直在發生 就是我們的行人外傷 在我們的社會中強勢的用路人 他可以選擇更好的車子更安全的車子 他可以進一步的保護自己 但是弱勢的用路人他往往也沒有辦法進一步的保護自己 這是因為我們的道路一直都沒有考慮到弱勢的用路人 那為了車輛的便利 我們一直犧牲太多行人的健康 有人行道路段比沒有人行道或者是人行道中間有間隔的地方 他的發生事故的機會 行人事故的機會是高出1.67倍 他們發現說人行道近寬每增加一公尺 大概可以減少20%的行人事故的機會 這個也是有證據的 那我們該有的原則是生命跟健康 我們不應該拿優勢用路人的利益來交換 畢竟沒有任何一個行人應該因為行走而失去健康 這是我們一定要放在心裡面的 交通部的道安委員會 應提升到行政院級 由政務委員召集 同時大幅的增加道安宣導經費 郭財部長曾經回應我說 道安會的預算也從3億增加到6億 我說那不是增加 道安會的預算曾經高達10億以上的事情 那不是增加 關於提勞駕駛 我們希望一定要落實勞減的制度 我們康彥如組長剛好今天在現場 那組長這應該是兩年前的發言一樣 我曾經聽過長官在小型的會議上面 也曾經講過 講過類似騎士機車這樣的語言 那真的是天大的誤會 為什麼 其實我們在交通管理上 對於不同的車種會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比如說台北市或者是很多的市區 大型車大型的貨車是不能進市區的 這個應該沒錯吧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說是大貨車 騎士大貨車 這個是沒有關係 是基於交通管理上的安全上的因素 如果市區道路不進行大貨車的話 是不是會發生這種事情 還是會發生這種事情 或者是會發生這種事情 難道說我們市區道路進行機車 是因為我們機車在市區道路裡面 有過大過重的物理障礙嗎 機車的事故裡面比較多的是年輕的 中色的部分集中在年輕的 然後進來汽車的事故 當事人會集中在比較高年齡層 大概30到60歲這個區間裡面 但是我們把所有的汽車加機車的 所有事故裡面加總起來看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是底色黃色的部分 當事者的數量從來沒有因為年齡層 而有明顯的變化 政府裡面常常在宣導一件事情 叫做年輕機車歧視容易受傷害 到年紀大了之後 他開始開汽車之後 我們的事故總數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變化 只是車種變了 導致說我們看起來好像是 年輕人比較容易發生車禍 年輕人比較容易在車禍裡面受傷死亡 公路總局的駕照題庫裡面講什麼 超速行駛是造勢裡面的最大原因之一 結果警政署的統計資料叫什麼 超速行駛只占2.13% 2.13%叫做最大原因之一嗎 如果我們的考照從最開始 就沒有把正確的觀念放在裡面的話 我們又要怎麼樣期待說我們教導出來的駕駛人 他可以達到我們臨死亡的願境 台灣近年的電商發達 物流電以及宅配的需要 我們都想求迅速到貨 但是在安全上的考量 就是在貨車在市區的停車的問題 都沒有去改善 一個若你們弄個好的停車 給我們上架貨 然後我們就不會發生這些額外的事情 今天三分鐘下禍 那段時間你會出了什麼事 只要一次就好 因為都是時機負責 所以雇主根本博退檢討說問題出在哪裡 就像當年那個最嚴重大家記得的 可能是那個錦山的碟鏈花這幾個事故 非常嚴重 可是這些雇主後來其實都沒有受到什麼懲罰 你要求一個個別事機檢討的話 全到有幾十萬個死機 只要他今天還沒出事 他就會被雇主逼著說 那我就拼命趕快車 拼命為庭 那他只能到他出事的時候 那個一個一個下去 那個是無法解套 為了阻斷快速通行的穿越行車流 巴黎不依賴爛設區間測速與科技執法 而是擬定一連串的系統性的 慢行科學策略 大幅減少車道數量 縮減車道寬度 拓寬人行空間 並且截直曲彎 讓車道不再筆直寬敞 而是有點扭曲歪斜 來減少行人碰撞的嚴重事故 交通單位應該幫助建造 這些體積龐大的機動車的操作者 來減速 容易看周遭的動靜 也能夠自然的做出相對直覺反應的 防呆環境 徹底消除駕駛人 總是沒看到行人的可能性 唯有提升思考人本交通格局 建造行人絕對優先 行人做主的街道環境 並且走向少車化的主動運輸 以及智慧公共運輸的導向發展 這才是具有永續環境的人本交通模式 也是台灣引領能夠脫離行人地獄 走出死因幽谷的唯一根本解答 有些地方比較屬於人類活動 比較多的地方 這是屬於街道 那比較屬於車載種的是公路 這是路 兩個加在一起 他就用一個字去形容它叫做Stroad 它就是一條不三不四的路 那這種路就很危險 人類活動很多 然後車輸有檔 我總要把這個東西依照它的道路 位階區做詳細的定型 我可能是定street這邊 我可能是定road這一邊 就看說我那個地方屬於道路層級的哪一個區塊 那郊區公路它有一個困難 就是說它本來在我們的行政階層上面 就屬於設計速度比較快的道路 但是它有很多平面交叉 那這種路形就顯得相當致命 這個在世界各國都做得不大 但是這是很致命的路形 那公務總局現在比較多的施策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先停再開的地方 我們就注意把這個停這個字給寫出來 但是這個停這個字不是重點 車子是看停止線停的 重點是說 重點是要去校正停止線的位置 不是寫那個帖子 我們歷經了108年到110年的重大修法 酒駕的傷亡確實有下降 但是為什麼還是天天上演 我們都會看到 它還是一個公衛的問題 我們認為必須要用公衛的手段來介入 不然只會看到 嚴刑竣罰後的法律的編輯效應的例解 如果酒駕者他經評估是酒精使用即換的話 必須要服役醫療介入 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國的酒駕犯的人數當中 有將近三到四成都是累犯 我們台灣是日本人口的五分之一 我們的酒駕事故卻是日本的3.6倍 死亡人數是日本的1.17倍 我們也期待在酒駕用公衛手段介入之後 如果有必要我們也可以採取參考日本的連坐法 日本的連坐法是包括飯酒的場合 提供酒的人還有以及提供車輛同乘者 有非常重的罰金以及刑責 我覺得是可以參考的 那基本上的話這就是我們基隆的數據 那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年都差不多是這個數字 然後都是這些入口 那為什麼沒有改善 因為地方政府沒有錢跟沒有相關的智能 那Law一直認為是說行人超數 他們甚至也沒有去分析原因 我們的警察局甚至沒有錢去做這個數據的收集 跟數據的公開 台北市還有喔 基隆沒有 發生在去年 基隆有一個女性國中生 她上完俗府的時候回家被車撞死 這個東西還不是在學校周邊喔 所以我想要問的是 即使教育部跟就是交通部 還甚至營建署現在在做了通學路徑的盤整 那當小朋友回家的時候 他要自己同情 他碰到是這樣的交通環境 我們要怎麼保證他平安長大來接受 各位所提供的交通教育 那交通部非常非常重視交通安全 從去年開始在行政院報告 今年一樣我們在行政院 提出了我們的今年的一整年的 道安的改善措施 校園周邊計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 這個計畫裡面涵蓋了 四百多個學校跟五百多個路口的改善 今年都要來做相關的改善工作 推動行人跟高齡者友善區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友善區的建立 未來成為一個模範 推廣到各個地方去 都來建立這樣的友善區 在我們營建署人本交通推動的情形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從九十五年開始陸陸續續都有補助 地方政府來興建人行道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可以縮減車道的寬度 減少車道數來偵測人行道 在路口的部分也希望可以縮短行人穿越的長度來偵測 來保證行人通行的安全 執法座也希望說我們的執法是有效的執法 對重大違規是要抓得到、罰得到、罰得痛 而不是說這個所有的違規都全部都罰 那輕違規的話我們說希望是說依法來做勸告 我們警政署的重大違規項目到底有哪些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根據我們109年的所謂的A1跟A2的 的道路事故造勢原因裡面 未一規定讓車裡面佔了20% 佔了兩成之多 轉彎不當佔了一成五、15% 未保持安全距離佔了8.37% 但是在我們警政署重來的所有的這些執法項目裡面 幾乎都看不到相關的執法項目 還是說我們目前的所有的 重大違規這些執法項目裡面 就全部都還是所謂比較容易抓的 包含什麼區間測速 包含什麼進行機車 包含什麼 兩段式左轉 是這樣子嗎 所以說我在這邊要求 我們交通安全基本法裡面 必須要有一條裡面 是規定說我們未來的執法項目 尤其是所謂的警政署重大違規執法項目裡面 必須要跟所謂的造勢原因來進行掛鉤 我們營建署都可以做出更好的左轉車道了 結果我們交通部的公路統局在幹嘛 行政院發了一堆錢要做前瞻基礎建設 然後發了一堆錢 在補助所謂平額公路重數百里計劃 結果我們平額公路幹了什麼事情 整條平額公路上面完全沒有左轉車道 分隔島中那麼寬 沒有左轉車道 沒有人行道 這補助道在幹嘛 目前我們公路總局也已經正在修正 公路路線設計規範 把相關的人行道的規定 已經把它有放在這個路線設計規範裡面 那這樣子的設計條文 修正規範的條文 現在已經報交通部正在做生意了 未來有關興建或是養護或是拓寬的道路 我們都會依照新的規範來去做處理 這段車道的這部分 目前公路總局也一直正在檢討我們目前的 整道的設計 如果現在 中央分隔代的寬度有足夠的話 我們一定都會想辦法去把這個 偏心線的重量檔去把它做出來 警政署所定的重大違規 也好實相包括酒駕嚴重超速的超速 超速就40公里以上 危險駕車 闖紅燈逆向行駛 行駛進行積熱道 轉彎位置規定 還有蛇行惡意逼車 走路肩等等 這些就是說 比較 嚴重的重大容易發生事故的 所以它取締的量是很多 所以 在這個可能在噪音裡面 它就沒有在那麼前面 那我們在噪音裡面分析最多的就是未注意車前狀況 還有就是未規定讓車 左轉未規定程 未規定讓車這一項裡面其實它包括很多的違規的形態 包括知道未讓幹道左方未讓右方 左方未讓執行 它是很多項目融合在一起的一個 比較走統的一個項目 那這個未來我們的調查報告表會要把它拆分出來 我想跟大家說明一下 之後我們還會再舉辦這個 有關交通議題的公天會 那下一場我們是希望能夠針對剛剛其實提到的駕照的 這個部分 接下來我們也會 在積極的去要求各部會去做相關的努力 然後也在其他的議題上面 交通議題上面 也會召開這個公天會 然後凝聚大家的共識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那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